我覺得 講到很多遍啦 每年都講好不好 我還當他想很多梗 我就說欸 如果Michael有一個雙胞胎 那是怎樣 對不對 如果違規了 你會自己給一個 會有什麼懲罰之類的嗎 就自甘三倍 為了角頭 現在不喝酒了 王陽明哥十年回歸角頭 眼屁孩 龍天翔酒醉鬧事 手露面道歉 角頭回來了 高潔 龍天翔 王陽明 懷秋等人 超霸氣一字排開 為的是黑幫電影 角頭大橋頭 將在8月16號上映啦 印不好你腦子吧 VM 你知道大橋頭是誰的嗎 大橋頭是我爸 我覺得你的屁孩很爽 過了十年有這個機會 我就想到說 我之前有好多地方 我可以更好的 我自己覺得有成熟 我講很多遍啦 每年都講好不好 我還當他講很多梗 我就說 如果Michael有一個瘦貓胎 那是怎麼樣 對不對 這一次你們有人是有 分配到感情線的嗎 沒有到... 負子 負子 可是你知道角衣 Michael也沒有女朋友嗎 現在這次Michael也沒有女朋友 怎麼會這樣呢 對不對 洪哥 洪哥 這麼帥 現在 你爸爸要往我嗎 我要接著吧 他這次爽快 真的真的真的 之後大家會看到 但是在大橋頭裡面 比較主要是 還是想付出的關係 而片中飾演黑幫大家長的龍天翔 現實生活也是很衝 上個月酒醉鬧事 和圓景起衝突 現場更是揚言日後要結咎 如果違過了 你會自己給一個 會有什麼懲罰之類的嗎 再喝一杯 哈哈哈哈 就自甘三杯 對我來講呢 好不容易的期待 把這個戲給派完 多喝了一點 就是還過頭了 為了角頭 現在不喝酒了 喝酒方面 當然是在宣傳 宣傳這個時期 那當然就是盡量的配合公司 把這個整個戲的賣到好幾個億 又有好幾個億的時候 大家來慶功一下 喝一點意思意思 這次的事件我是覺得 神不應該也是滿後悔的 70歲了 好好的一個紀錄 把機舊大都破掉 就是很不好 所以我希望在這邊 也跟各位媒體 還有各位觀眾 就說聲抱歉 高潔日前在禁區講 喊晚上好 被網友質疑講大陸用語 而被出征 下午好 早上好 你好 大家好 是他們在那邊無聊的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問候語 但是我覺得是你的 才能賺フォー 你 怎麼會